Yo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KinsonTube這個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幾盒 我這條影片會介紹這四盒 這四盒都是來自Mickey Mouse & Friends的LEGO套 四盒都是4PLUS的LEGO 現在就一次過拿出這四盒LEGO的東西 現在就先由飛機這盒介紹 這架前面有來船長 就可以轉的 下面有兩個輪子讓這架飛機動的 機翼兩面都有Mickey Mouse的LOGO 再來到維修站 這個維修站有一個Sibala 還有一個油肝 上面也有一個Mickey Mouse的LOGO 再來到雪糕店這一盒 雪糕店這個LEGO 有一個蝴蝶結 蝴蝶結是一塊東西 放在上面 在玻璃櫃裏面有四隻顏色的雪糕 黃色、啡色、綠色和粉紅色 後面有一個收銀機 上面有一張$100 旁邊有一個雪櫃 然後還有一個餐牌 餐牌上面有兩款雪糕 分別是$3和$2 在這個地上有一個沙的場景 這裡有一張椅子 還有一個太陽傘 太陽傘是透明粉紅色的 這裡有一個沙灘 然後有些海水沖上來 上面有一隻蟹 還有一個紫色的車 這個車是Daisy的 都是一個座位 玻璃上面有兩朵花 都是四個輪子 可以讓它動 它後面有一塊綠色的沖浪板 前面兩盞燈都是Printing 水箱護罩也是 再來到農場這一盒 農場這一盒我覺得是最值得買的 因為可能就算不太喜歡Mickey Mouse 他們的話 這一盒裡面都有很多動物 有馬 有兔子 有羊 有雞 接下來介紹這一個 它側面兩邊是Printing 件 有木的坑紋 還有木的窗 上面有些花花Printing 正門有斜台 方便一些車子走進去 上面這裏有些紮起了小物 它有一個玩法 就是可以製造小物 然後綁著一條繩 扭著它 你收起它 還是捲起它 再來到它有兩個欄杆 其中一個欄杆在兩邊就是有兩宅粟米 而另一個就是有一個籃 這個籃就是給Donald他背在背部 接下來介紹這個雞的屋 這個雞的屋 它有一隻雞蛋在這裡 還有一隻雞站在上面 這裡有一個拱形的設計 再來到這輛車 這輛車就是農場的車 前面有一個排煙口 都是一個座位 就是一個位和一個台盤 後面有一個洞 就是給它們裝著農作物 在裡面 你可以看到 前面兩個輪是小的 後面兩個輪是大的 還有這個水箱護罩的設計 都很特別 只是一件零件放在這裡 而不是用什麼貼紙 再來到最後一盒 也是我自己最喜歡的一盒 就是太空人 這裡有一個太空站 還有一個天線 這個天線是用了一個藍色的透明件 太空站上面有一個屏幕 屏幕就是拍攝著一些外星生物 然後攬著一塊球 而側面有一個位置 就是包著一個綠色的水晶 我當它是一個研究所 研究這顆綠色的水晶 它有些小旗 代表上太空去到星球插旗 再來看這個火箭 這個火箭 後面噴火的位置可以轉 只有三個翼 可以打開的 打開之後 可以看到剛剛在螢幕顯示出來的外星生物 還有兩個座位 分別是給Mini和Mickey坐的 上面有一個熱狗 還有一個杯 兩邊都有控制板 蓋起來了 這個火箭最主要就是用了兩件很大的零件 就是上面和下面這兩件 在這裡也有一個Mickey Mouse的logo 而側面就有外星生物在窗口探出來的樣子 所有的建築都介紹完 現在就來看看人仔了 這裡的人仔總共有三隻Mickey Mouse 兩隻Mini 一隻Daisy 還有一隻Donald Duck 那就是來看看這個飛機師Mickey Mouse 這隻Mickey Mouse的頭的印象 跟平時的有些不同 它的頭有副眼鏡 但它的眼鏡看起來就有點古怪 因為看起來就不適合Mickey Mouse帶 再來看看它的身 它就是穿著一件咖啡色的皮褲 你看到它還有一個紅色的項巾 在後面也可以看到這條項巾 在這件衣服 胸口這個位置就是一個紅色的Mickey Mouse標誌 再來看看就是這個農場Mickey Mouse 它的頭就是跟平時Mickey Mouse的printing一樣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伸穿這個藍色的吊帶褲 再加一件紅色的長袖T-shirt 在它的吊帶褲胸口那個袋 你可以看到有條小襪就吊在上面 之後就將Mickey Mouse和Mini Mouse一起看 因為它們倆都是穿著同一件太空人衣 唯有不同的就是頭上的蝴蝶結和眼睫毛 那我們就來看Mickey Mouse 在它的頭上也是用了一個新的printing 你看到它後面整個頭都是白色的 然後在它的白色和臉中間就是一條銀色 就是用來分隔它的頭盔和臉的部分 再來看看它的衣服 它的衣服主要就是全身白色 然後身上就是一些太空人的器材 例如氧氣筒之類的東西 在它用太空衣服後面也有一個Mickey Mouse的標誌 再來看看下一隻Mini 它的頭是跟平時Mini Mouse的頭一樣 頭上有一個粉紅色的蝴蝶結 身穿一個黃色的波點裙 它的裙子是用了一個比較新的設計 就是用了一塊布來做一條裙 它這塊布的材料就是我們平時看到斗篷用的材料 所以如果你不按一下它的話 它的裙子是會飄起的 再來看看就是Daisy 這隻Daisy的頭也是跟平時的Daisy一樣 它是穿著一條紫色的連身裙 也有一個紫色的蝴蝶結在頭上 就連它的眼影都是紫色的 它的裙子的材料也是跟剛才Mini Mouse的材料一樣 它們兩個分別都有一個配件 就是一個用杯裝著的雪糕 還有一個用甜筒裝著的雪糕 再來看看最後一隻 最後一隻要看的人就是Donald Duck Donald Duck的頭和頂帽 都是跟平時的印刷和帽子一樣 它的衣服就是穿著一件格子的襯衣 在它胸口的袋子 你也可以看到一條小物就放在裡面 但是這隻Donald Duck的尾巴就是印刷上去的 而不是有一件件就是整它的尾巴出來的 那這次這個介紹就來到這裡了 我覺得這四盒LEGO就不是很值得大家收藏 最主要都是儲人仔方面的東西 如果大家想要那盒人仔的時候才買那盒都不遲 那人仔來說我特別推薦太空人 還有雪糕這一盒 那是因為Mini Mouse和Mickey Mouse 他們穿著這個太空人的衣服 都比較特別的 還有一套衣服都很帥 你就算不喜歡他們穿 你也可以放在其他人仔上用 另外就是雪糕店的Mini Mouse和Daisy 我覺得他們好就是好在他們夠普通 那你就可以放在不同的Disney擺設 沒有固定限制就不像消防員和太空人 就是令到那些人仔就只適合那一盒才可以用到 今次這幾盒LEGO的介紹就來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Like、Share和留言 如果喜歡我這個Channel的話 就記得要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如果想第一時間收到我出片資訊的話 就記得要按Subscribe旁邊的鈴鐺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